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11月23日报道,想到昆虫食品,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反胃。 然而芬兰一家烘焙集团近日却推出一种特制的昆虫面包,在欧洲开创先河,并强调这一面包是营养美味的食品。 昆虫面包每一个含有70只西蟀,烘焙时将干西蟀磨成粉,并与面粉混合。 蟋蟀成分占面包总重量的3%左右,昆虫含有丰富蛋白质,因此商家为面包打出了营养特工的宣传。 芬兰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,Phasor面包店的创新主管Jihani Sivakov表示,昆虫是一种可持续的食物来源,人类需要创新和可持续的营养来源。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,于2013年启动了一项鼓励防殖和消费昆虫的计划。 趁到2030年,莲加尔生态的食物可以满足90亿人的粮食需求。 芬兰本月初成为第五个解除销售使用昆虫禁令的欧洲国家。 11月24日,第一批西扇面包将在11家Phasor面包店推出。 由于缺乏针对全国范围销售的西扇粉,最初的销售只会在首都赫尔兴基附近的城市展开。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,大约25亿人早已经开始食用负含脂肪酸钙、铁和维生素B12的昆虫。 1.2.3.4